而在金融市场还要关心的是 美中之间的金融证是不是出现转环了呢 今天有另一个重大消息就是 中国传出将允许美国查核人员到香港来查账 也就是检查中概股的审计抵稿 在美国挂牌的200家中概股公司 等于是有机会击除下市危机 阿里巴巴ADRR周四应声大涨8% 京东涨幅更是超过了9% 华专日报报道指出了 美中谈判最近终于是有了重大进展 中国证券尽管当局准备安排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连同所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将查账工作抵稿 和其他的相关资料从中国转移到香港 美国上司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最快9月 他们就会派人到香港对这些资料进行限定查核 这代表的是将十多年的中概股审查争议 终于是出现了一丝解决的曙光 不过消息人士指出了能不能达成最终协议 还是要看美方人员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全面查核 才能确定